不想不提 大家阿弥陀佛 大家快乐 我想 我们所做功德都不是为自己 为了家人 为了社会 为了国家 为了世界 更重要来 为法戒众生 那徐佛就是学我们的心量 心量要广大 心量不要为一件小小的事情 就起烦恼 而且呢 不但不起烦恼 心量要为别人 为社会 为国家 为世界 为法戒众生 常常这么想 好不好啊 这样你就不会耍脸色 没人 不理人家 那当然这个就是我们要一起努力的 所以我们昨天有一点开会了 以后我们北远讲堂叫 微笑道场 没笑不能进来 在这里没笑要出去 好吧 很难啊 但是 这就是修行 修行 所以因为你现在不笑 下辈子你就哭吧 所以你现在不笑 下辈子你会碰到一个很严格的爸爸妈妈 早晚都不笑 会打你 为什么 因为这个就是心所招感来的 所以你对待别人怎么样 别人就怎么对待你 所以像我从小被我爸爸骂到大 一定过去我也骂他骂很久 所以因为我爸爸非常非常非常的严肃 但是对我来讲 那我要修行嘛 那就慢慢的改 那至少各位看我不笑 但我心里很温暖的 我拍摄看你 但是我不会恨你 我不会讨厌你 我只是不好意思 因为现在如果前面天天做男人 我当然天天笑了 但是因为 因为这个还要修 但是至少我们朝这个方向 好不好 所以我早上想一想 我们背影讲的什么符像都有 就是爱笑的弥勒菩萨 没有 以后放在大门口 好不好 然后大笑三声才进来 这样 然后进来还会跌倒 因为你吃肉 弥勒菩萨说不能吃肉 既然你要给众生快乐 不要伤害众生 因为吃肉很残忍 那些动物被杀的过程 被灵猎的过程 那这杀动物 养动物的人 买卖肉的人 将来都有很痛苦的果报 所以不能因为我们自己 自私一个人的欲望的快乐 所以而造成这么多生命的痛苦 所以现在像整个世界 在讲世界环保的问题 所以少吃一块肉 这个社会就多一点 乃至这个天气空气气候 环保就会好一点点 那我想佛教讲的是缘起 什么叫缘起呢 佛教的基本观念 来 念一下 没有单独的存在 一切都互相影响的存在 所以今天庆祝双十国庆 我们在这边努不努力 各位好国民 因为我们的努力 会影响了整个世界国家 所以一个妈妈在家里生气 外面的老公就会赔钱 儿子读书就会读不好 所以为什么 因为你影响到全家 妈妈心情不好 炒出来的饭菜 全家烙八斗 吃了以后很郁闷 已经屋住了 为什么 因为妈妈心情不好 在炒菜 所以这个就是佛法所说的 缘起互相影响 所以诸法因缘生 诸法因缘灭 所以我们可以随时改变因缘的 所以报纸标 有一个现在强烈台风 你讲 哈吉北台风 同享功德 我妈你背面乎 有大化小 无有灾难 甘阿乎 你说师父 没有吹台湾 听说吹日本 你念吗 你太自私了 所以不管吹哪里 都不希望有灾有难 所以我们佛教徒 没有一个单独 我的观念 所有外在的人事物 都是我们关心 你就是我 我就是你 所以我想各位 你看到别人不笑 意思是说 你自己内心一定很痛苦的 因为你内心有一个对立 不理你 然后你跟外界就不能融在一起 格格不入 因为有这个我执法执 自己觉得对 要求别人如何如何 所以早上还没有开始以前 热不热闹啊 这种海淘法师上来就不热闹 严肃一点啊 但是大家甘露诗诗 共养 我们董社仁波切 年纪轻轻 为了尼泊尔山上 多坡地区的穷人在努力了 因为那边有一个很旧的 他家里第四代传下来的古寺庙 那以前 山上就是这样 只有寺庙是教育宗教一切场所 包括政治场所一样 因为老百姓都是依靠这个寺庙了 所以他发现要恢复这个祖寺 所以经典说了 能够恢复古时候的寺庙道场 超过该新的百千万倍供的 所以各位早上还没有做了这个功德啊 太好了 所以没供了赶快跑去供 为什么 因为我们要功德 要有这个福报 福报可以自己享受了 功德可以回向众生 来自将来此次称佛 请翻到四十二页 第二开导 善男子善女人等 如人既殷勤恳请可恶 为如人做八戒本师 所有语言听我开导 调查一下 这辈子第一次受八观灾界的举手 大家眼睛睁大一点 放下 我们这些老的都是为你们而存在 因为你们这一次守了八观灾界 二十小节不堕落三恶道 来世升天做皇帝 所以七世做人 七世皇帝 七世升天 六十小节 不用赚就有钱 所以这一辈子你杀了多少人 租 但是呢 受一次八观灾界 那么在二十小节不堕落 继续有福报 可以来修行忏悔 所以 念一下 一天八戒 一世皇帝 而且呢 消无量罪业 所以八观灾界 种种无量功德 大家了解了 所以看他们来 受 太好了 就像我的阿嬷 一辈子 我就拐他去 受一次 坐着轮椅 坐在那边 然后受完戒 我说中午回家 睡午觉 好了 这样他就得 终品终身 极乐世界 一日一夜八观灾界 终品终身 极乐世界 所以早上 我还知道 我们新加坡 有五位居士来参加 举手一下 顾章 早上七点就来 来吃早餐吗 所以 我想 大家互相帮忙 因为我们跟新加坡 合起来 十一月三十号 到十二月十六号 还是几号 我们要组团去南印度 去很多出名的 留下来的佛塔 还要去摄拉节 还要去吗 要去要有钱呢 还有时间 而且要去护持 所以我们摄拉节的格西 正在 还有 不单 为我们的修法 大家鼓掌 然后各位 今天进来 有没有看到 各位的左手边 有一尊大佛 看对不 一心鼎礼 莲花生大事 所以太庄严了 然后呢 因为这一尊要摆在 正中央 很高 超过人的高 然后呢 这样可以普照众生 好不好 然后你会觉得 这一尊连丝的脸 眼睛 百看不厌 再看一下 再看一下 然后你会永远记住 因为莲花生大事 用他的相好庄严 极尽威猛相 度众生 那个威猛相眼睛 瞪着你的时候 你贪嗔吃不起 降服 然后呢 这个嘴巴在微笑 儿童的脸 童子脸 那你一笑 内心啊 恢复空性慈悲 所以用各种的方法 所以在 爱护着众生 守护着众生 现在这个时代 光微笑还不行 偶尔还要 眼睛看他一下 对不对 让他不起烦恼 不造恶业 所以我想各位要 时时刻刻记住 诸佛菩萨 跟妈妈 有没有随时看着我们呢 看着我们 不但关心我们的健康 跟关心我们的心态 更一步关心我们的生死问题 而且呢 关心我们说 你什么时候成佛啊 这样 那我想各位你要去想 诸佛菩萨在想什么 所以我们应该这样来供养 为什么八观灾界功德这么大 你一下 身口意 清净慈戒 做大供养 所以供养不要花半毛钱 当然 世间的福报 金钱 早上各位 布施金钱 使供养 甘露是使有福报 但是真正的供养 是一种修行的供养 所以布施百千万亿 福报很大 不如持一条戒律的功德 所以持戒的功德 那一条戒律 就这么多功德 何况各位要受八戒 八观灾戒 何况各位用 菩提心 菩萨戒 来受戒 那各位了解这个道理了 所以 四十三页 第二行 福戒者如来 利益众生之守戊 贤圣修道之要皆 三机等见 七众通收 或越三途而直屈人天 所以不会堕落三恶道 将来作人升天 或操有漏而静灯决案 然后持戒可以得到 脱离三戒 有漏生死 这个世间 一切都是有漏的 爱情 事业 身体 成功 这个都是不究竟的 有漏不是没有福报 就像 这个花是有漏了 现在好漂亮 但是它会凋谢掉 人好健康 那最后它会生病的 爱情很好 那最后会分开的 这个世间 一切都是三戒 叫有漏 生死轮回 有漏了皆苦 所以 但是 收八弯再戒 可以得到无漏生死 这个叫觉悟彼岸 所以觉悟到阿罗汉 乃至 声闻言觉 辟知佛 最后成佛 所以 这个都是觉悟彼岸 五圣运载 皆为 走霞 修行分作五称 再念词 人称 做人快乐 第二来 天称 升天的福报 再来 声闻称 解脱的快乐 圆觉称 体悟 觉醒的快乐 了解生命变化 这个圆觉称 没有老师的 没有老师的 他只是看到 花开花泄 生老病死 他觉悟了 体悟觉悟 超越生死的快乐 但他叫独觉 他不会跟人家说 因为他人家 这个 独觉是一个非常 就是没有老师 看到就会变 所以他跟你讲也没用 因为你如果 看得到你会觉悟 那才有 所以独觉不说法 因为你音乐不到 跟你说也不好 所以 再来 成佛的快乐 最高的 这叫佛称 所以 人天 声闻 圆觉 佛称 这五称 都要辞戒 你不辞戒 不可能做人 还会堕落三二道 你不辞戒 不可能升天 你不辞戒 戒定慧 那你不可能 镇安罗汉 你不辞戒 因为你知道 生灭变死的问题 你就不可能 读觉 你不辞戒 你也不可能 发普利心成佛 所以 五圣运载 借为走霞 万善 克备 借为基本 各位于今天 来 十月十号 十点钟 还三分钟 这样就 三个十 所以 最主要来 念一下 圆满 十波罗密 希望我们记出来 我们这一辈子 只有一个目的 圆满 十波罗密 好吧 那就保证成佛 成佛叫圆满 愿发普利心 那叫圆满 十波罗密 最后成佛 普度众生 所以来到 板桥 悲愿讲堂 求受八戒者 先当 小辽 八戒 名题 此方 与各位 一一 传授之 然此八戒 名曰 八观灾 观者 金碧之义 为金碧八事 不放故 灾者其义 为过中不实 为灾体 外在八事 著成内在 清定 清净灾体 故 尤其八事 与灾体 共襄之词 又名 八之灾法 须之灾一名 戒佛所制定故 戒一名 灾其身口意 三叶故 重点来了 八观灾戒 能够圆满这三条戒律 身口意 三叶清净 就成就了 所以 另一次 竹八戒 杀物净 孙悟空 这三个圆满 就躺三丈了 就到西方取经了 所以 我们的身体 要清净 竹八戒 好吃懒惰 好色 所以各位要 不杀生 不脱盗 不淫欲 没有这些慧恶业 口夜期 那今天 千万 也不是光今天 希望天天 好不好啊 天天 念一下 不忘语 不恶口 不两舌 不齐语 那这个还是消极的 进一步呢 各位要多讲好话 柔软语 和和语 对对方有利益的语言 等等了 再来 孙悟空 这个猴子就是我们的心 凡夫的心 像猴子啦 跳来跳去 所以要悟到 无我的空性 这个无我 不是 完全没有 是 你也讲 万法平等 无有分别 众生皆我父母 众生皆可成佛 那内心 有这个 看法 我们佛教叫 见地 是吧 正见 然后你去看待世界 就可以这样 念一下 无我像 无人像 无众生像 无受者像 离一切像 极见诸佛 你脱离这些 对外表的分别 你就看到你的 本体 佛性了 所以各位今天 做一天的佛 好不好 这样的清静 不但没有贪嗔痴 傲慢 怀疑 嫉妒的烦恼 那么 看众生都是 哇 众生是佛 你做过我爸爸妈妈 老人是我父母 小孩是我女儿 儿子 这样 万事万物 非常的和谐 就像看到花 感恩你 没有这些花草树木 所有友情都死掉了 我说没有空气 对不对 没有氧气 没有水 也不能活 所以前面 我们先摆一个示范 各位以后 家里门口 最好摆一个 来 八 功德水 化为甘露 不失众生 前面一个球在绕 诸佛菩萨的功德 融入在这里念 转化这个水 成为功德水 普度众生 我想各位 就像观音菩萨的甘露 永远在布施甘露 希望我们的心 就像这颗心 不污染 清净 它才会放光 你现在看到这个球的光 是不是它自己的光 也不是 因为它是清净 而自然的 所以 因为它是本来底下 有个LED 只是因为它是一个 水晶球一样 所以它自然反光 所以很简单 各位 如果你爱众生 你本来没有笑 看到一个众生 你会不会笑 因为你爱它 所以你就会笑 你想要帮助它 但是只要你清净 就没问题了 你不能说 我心情不好 你别跟我说话 因为根本没有一个 我哪有 我心情不好 所以各位 新夜期 那今天要念习一天 好不好 念习一天 然后变成天天 变成一辈子 变成敬畏来记 变成一个 没有烦恼 不会讲闲话 不会伤害众生 身口意都在爱护众生 乃至充满功德的佛陀 这样来念习 这个叫修行 所以你这样修行 命运会不会改变 当然改变 因为你抓到重点了 抓到重点 平常生活 你就会以八弯再戒 为标准 拉回来 所以佛陀不是说 叫你今天守八弯再戒 明天就杀到淫望 就不是那个意思 他就让你了解 为什么要这样做 那你这样做 你也得到清净 也可以帮助别人 愿天天这么做 去帮助别人 所以各位必须一日一夜 所以我们必须在二十小时 保持一个非常好的念头 跟庄严 好 各位现在看一下两边法师 法师请微笑 请庄严一点 我如果有法度 我没坐下 你叫我妹 那你就太无奈 看着法师 好不好 不笑的时候 登记一下 等一下我们去护照 按按按按 扫厕所的 盖护照的 会不会微笑 要如此 因为做法师 你要承担 好不好 要承担 因为要做别人的模范 所以一个光头 穿个衣服 是为了别人 又不是为自己 消除我慢 消除贪爱 显现庄严 那这样 所以你穿得住这件衣服 那就算你及格了 你不想穿 也可以了 所以 但是千万不能 穿了这个衣服 却显现愤怒相 谢谢你 哎呦你吃我多 所以 法师只能爱与感化 所以要如此 主动打招呼 所以下回我们办法会 法师会先到在门口 阿弥陀佛 请进 然后修得很柔软 才可以了 不然 我是法师 老师 所以 小孩在观大了 所以 有时候因为法师年纪轻 但是 这问题你要承担这个 你要承担 所以你就要 开始练习 心要老成 所以就像刚刚那年轻人 任波切 我知道他年纪轻轻 就要承担这么大的任务 所以 他对他也很辛苦 所以 来在台湾 我也跟他说 你读 读学中文 因为 多破地区是 穷得要死 但是因为 他们身为一个 传承的任波切 他就有这个责任 所以来到 一个 其他国家 想为了出的弘扬佛法 目的 就是要能够帮助他们 贫穷地区 所以各位 要念习 必须一日一夜 秉至前程 内六年 尽其自义 唯 第一 念佛 慈悲 导师 所以各位的头上 都拐了各种的佛像 唐卡 然后 每一尊佛菩萨 大慈大悲 第二 念法 三世 佛母 所以佛如何成佛呢 那我们要好好思维 那思维不要严肃 思维是 佛是这么自在 所以各位 前面这三尊佛的脸 装不装严 以他为标准 下回进来全部戴面具 一种病 庄严 智慧 慈悲 柔软 多看 多看 因为经典人说 观修佛脸 是个很大的修行 可以断除内心的 对立称慧 不圆满 因为你看到佛的脸 佛就会射手你 你会想说 那我为什么这样 对不对 学习佛的脸 所以当然 佛的所有向好庄严 都是为了我们 而存在 第三 念生 那生就是我们出家人 那出家人 一定要把佛陀的教法 显现在你的外表 来自帮助众生 内在的智慧 外在的慈悲 是受众生 所以成为人天福田 天上的神 都要来供养修行者 那站在大乘佛教 各位今天也是生且 生且 所以各位今天你守八幻灾戒 在门口进来出去 回家坐车 都要表现庄严相 因为你家里也知道说 你去守八幻灾戒 回来看看怎么样 所以你要如此去做 你不要真的 黑的就要穿回去 人家以为你要去祝念 因为这是我们道场 佛教道场内部的衣服 外在的 那你要显现 树衣啊 庄严啊 等等 第四 念天 如果我们如此的 欲念三宝 好好守戒 那 生生世世 长寿安乐 升天 乃至往生 都算内愿 八观灾戒 可以往生都算内愿 十方诸佛菩萨净土 第五 所以要好好的持戒 来净化自己的身口意 特别是心态 净化身心 念诗 那要帮助外在的世界 普及贫穷 缺钱的 生病的 不懂佛法的 我们倒想尽办法 帮助他们 外以八支 约束其身口 第一 不杀害众生 第二 不托到 他人财物 第三 今天全断难以云域 乃至第八 离非时时 由是身口意 三叶到清静 成为初离世间 轮回之正因 这一点必须解释 请问 这个世间是快乐还痛苦 这样讲人家会很灰心 你要说 好像快乐 最后痛苦 因为佛教里面是中道 所谓痛苦 那就这个是解脱道 那佛教里面是说 中道 快乐也不就近 痛苦 当然也不就近 唯有超越这个快乐 与痛苦 所以 但是问题是 快乐是暂时的 这个花 好吃的东西 当然快乐 那这个不就近 有漏 所以 因为一切无场无我 所以你要说 这个世界 所有的快乐 那 不要被他骗了 它是个假象 所以 早上出来 你的女儿 早上也画得很漂亮 你要来参加八观再见 他要去约会 这很正常 不然干嘛 他要来八观再见 他要去约会 他要说 女儿啊 虽然快乐 男朋友虽然对你不错 但是呢 不是永远 你不要太认真 所以 因为你一认真执着 你就会痛苦 所以这是自然的 你看看 你妈跟你爸合得好吗 你要讲给她听 老母是为了你 我早就离婚了 所以 这也是现象 所以 很爱很爱 搞不好她早死 很爱很爱 有外遇 所以 或是 就算很爱很爱 个性跟你合不来 两个不一样的家庭 一阴一阳 每天凑在一起 很难 但是为了儿女 就勉强凑合 是为了经济 这没办法 所以我经常 别人跟我抱怨 我好像没有听过一个 女人说她先生是一百分的 没有 一定有缺点 男人对女人 女人对男人 这个世界本来就如此吧 但是 一次到就好 所以 外面不圆满的 我心圆满比较重要 所以 这个不圆满并不是 她让我痛苦 是我的内心里面 要求对方圆满 这个叫诸法 有我 我希望你这样 我希望你这样 那不行的 只能说 这个婚姻也好 事业也好 世界也好 让你觉悟的 觉悟什么 才可以是 诸行无常 有受皆苦 诸法无我 所以你要了解 这个无常苦无我 那你只能保持内心 接受 平静 你也叫涅槃 极尽为乐 叫极尽为乐 你只能接受 了解 因为它本来就是 变化无常的 再好的快乐 再大的痛苦 你也不用排斥 这个痛苦 也是个空性 所以你心里痛苦 它也是暂时的 你不要太在乎它 所以漂亮的 好的感受 不要想要抓住它 不好的感受 不要排斥它 平静 所以念一下 生灭灭雨 极灭为乐 所以对外在的 变化无常 这个正常现象 你内心已经 不会随顺它而生灭了 所以你就可以达到平静 所以平静不见得 说很有钱 很快乐 很健康 平静是接受一切 但是你越痛苦 越有悲心 因为你不痛苦 不了解众生 所以 初次正因 包括来 当愿众生 得